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节到十六节 它先说明直奋的意义 就是要彼此建立 那说明我们本来就是一 那也要追求合一 在合一的根基上 我们能够领受 并且发挥耶稣基督所良给人各样的恩赐 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 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使我们众人呢 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也让我们思想 基督生命的长成 它的显明是在于 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不会被异教之风吹动 并且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么十七到二八节呢 就说明直奋的长成 也就是学了基督 我们今天先来思想 消极的学习就是脱去救人 这是在十七到二十二节所说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脱去救人呢 因为我们察觉到了救人的污秽 所以我们厌恶那个污秽 所以想要脱去 那怎么样脱去呢 脱去的能力跟它的动力是什么 就是二十到二十二节所说的 我们要愿意听道 要愿意受教 学习基督 消息一面的学习就是要脱去救人 那这就在二十节 让我们知道 学习基督的人 是不能够像前面所说的外邦人那样 喜爱污秽 乃是要厌恶污秽 我们能不能够察觉到我们里面 那属肉体的本性 我们能不能够察觉到 我们里面属肉体的本性 是会让我们去喜欢体贴肉体的 会牵引我们喜欢放纵私欲的 好比我们按着自己的本性 我们喜欢被人吹捧 喜欢享受各样的艳乐 喜欢掌握全世的感觉 那体贴肉体 就会产生一连串的行为 而那些行为 又会再一次把我们推向 更深的污秽 那这个循环 就会让我们的旧人 渐渐的被私欲败坏 所以我们就要将这行为上的旧人 渐渐的脱去 那我们怎么样子脱去旧人呢 就是要听他的道 领他的教 学他的真理 听过他的道 他所说的是听见过 关于基督自己和他的言行 领了他的教 原文有在他里面受教的意思 那学了他的真理 我们就可以思想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学了他的真理 实际上也就是学了基督 而脱去过去行为上的旧人 他的方法跟实质 就是我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所行的事 而我有一个受教的心 我就能够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所行的事情当中 给我得着的启示 让我去思想 并且愿意学习 并且照样去行 当我们愿意照着 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 照样去行 我们就会经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要面对到 属肉体的本性 需要与主同死的状态 那么我们愿意去与主同死 我就会认识与主同死的意义 那我们认识要与主同死 我们超点与主同死 就会进入到 要在信心当中 忍耐等候的过程 那我们在信心中 忍耐等候 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 与主同活的实际 因为神的灵 就能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至于能够进入 23到24节所说的 穿上心人的状态 那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 真正的跟随主 会遇到许多的事情 是我们需要舍己的 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与主舍己 与主同活 这是一个整套的 我们不能够 单单的停留在与主同死 却没有经历与主同活的真实 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分开来 同样的 脱去旧人 穿上心人 这也是一个整体的 两个面向 我们不可能 只停留在脱去旧人 却没有进入到 穿上心人的状态 我们如果只认为 停留在脱去旧人 或是与主同死 却没有新的生命 那往往我们到后来 所面对的 或是所会遭遇的情况 会比过去更加的不好 所以没有这样的认识 是不准确 而且危险的 我们需要 愿意与主同死 那更要期待 神的灵 动工在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有能力 以真理来去对待 所遇见的事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愿主与每位同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